词曲 李宗盛 小陈 帮我整理有关赵字里的所有材料 对 所有 徐警官 小语 来来来 快请进 不好意思啊 直接找到这儿来了 没关系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我表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开庭 会怎么判他 我们肯定会依法办理他 这个您尽可放心 我明白了 谢谢 这事你跟王亦凡提起过了 是吧 对啊 他现在是不是特别讨厌我 他应该觉得我对高健特别无情吧 不不不 你误会了 王亦凡呢 他对高健是一种亲人的感觉 所以你应该会理解他的心情 我理解 不打扰您了 徐警官 我先走了 徐警官 谢谢您啊 好好好 走 那我就不送了啊 高健是个奇迹 他的生理指标竟然都开始恢复了 高健是个特别好的人 好人一定会有福报的 照这种情形看 再过几天他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那就是说 高健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是吗 他的情况太特殊了 我没法跟你们保证什么 不过呢 照他现在恢复的速度来看 他会越来越好 太感谢你们了 医生 不用谢我 也许是你们感动了他 也许是他自己内心有一种 强烈活下去的这种信念 不过呢 你们也不要太乐观 虽然他的生理指标恢复了 但并不代表他的意识会恢复 您的话什么意思 能说得再清楚点吗 您应该听说过植物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 高健很有可能 永远睡下去醒不来了是吗 植物人也有醒来的可能 可能明天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一年 也可能这辈子就醒不来了 你怎么不上去呀 我上去下来活动活动 晒晒太阳 你看天儿多好啊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问你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高姐还没好呢 那你所谓的好 是哪一种啊 是等高健醒过来的 还是像 她没受伤之前一样的 你又没有想过 她可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小语 我知道我这么问 可能很残酷 不过 我是想让你能够早点接受现实 也许高健 永远就这么睡着了 小语 你还有爸爸 还有高健的男的 咱们的生活 还得继续 不是吗 睡着东西吧 我听医生说 高健可能永远也不回事 我听医生说 我知道 我上网查了 食物人的一些资料 没有塑性的呀 没有塑性的呀 只不过 按理比较少 但是只要有 就有希望啊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有希望是好事 我就努力呗 一直陪着她 她是为了我才这样的 只要她还活着 就算一直这样 我都觉得挺幸福的 至少她没离开我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爸 我突然想起来了 明天你在医院里 看见大姑了 看见大姑了 嗯 老板 爸 怎么了 老板 我想跟您商量件事 能不能把这月的工资 提前发给我 我家运用点难事 既需要钱 啊 可怜可怜啊 好好好 好 笑语 他 只有2000块钱 替我交给高律师 帮我谢谢他 这干嘛呀 不用 给我击事 上好 上好 小鹏自己挣的啊 那我就先替她收着了 谢谢你啊 谢谢上 我这洗衣机才用了三个月 能不能给我多算点啊 大姐 要不是一下子送你这么多货 这个价钱还真给不了你 我我现在真需要钱 你就给我多算点呗 我们也是做二手的 好歹你也让我们赚点钱吧 我说我儿子出事了 我要救我儿子 求求您可怜可怜我 好 好 就只能这样的 谢谢啊 先走了 谢谢 怎么回事啊 怎么 怎么回事啊 放下 哎 哎 哎 姐姐 哎 来 怎么回事啊 啊 你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放饭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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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咱俩 我要多补偿点 自立就能判清 我是把家里的能卖的全卖了 我这辈子就是来还债的 还了大半辈子了 没想到越还越多 可弄到死都还不完来 哎呀 怎么不能老拿你呢 哎 哎 好 我 你好 你 你 你 来 房助理 娟娟啊 来 怎么样 新的环境还适应吗 还行还行 就是太忙了 事太多了 事多是对的呀 你说您升职了 都不是要请咱们吃个饭什么的 一定一定啊 你等我把手头上的事忙完了 我一定请大家吃饭 行 这是总公司发过来的文件 事又来了吧 对了 还有啊 孙总最近来不了 公司事也挺多的 你有什么事多提醒着我点 行 我知道了 房助理 什么房助理啊 假助理 我姓贾 哦 贾助理 你还是叫我房助理吧 行 那你先忙去吧 好嘞 喂 小鹏 对 我是准备下班直接去医院 你找我有事 行 我没事 反正也快下班了 我一会儿早点走 行 那你说个地方我找你去 嗯 好 你还没这么做 我突然就觉得你 找我做菜 你也不想解释 做菜 你私现在的家子 你会去找我 你 那我 你不觉得有事 那我 高靖是个好人 他对你这么不顾一切 真是你的幸运 但是他不该有这样的结果 都是你害了他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要是能选择的话 我宁愿不认识他 就算认识了 我也会离他远点 别让他受这么大的痛苦 伤害 可是没办法 这个世界上没有路过 他这辈子 也许就这样了 你能接受吗 我照顾他一辈子呗 我希望你能够遵守 你照顾他一辈子的承诺 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谢谢 这个阶段 要是 干吗 大 ienen 大 听说你当上总经理助理了 就那么回事呗 我跟你说啊 每天上班都得换身洗服 我可不适应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回深圳的票我已经买完了 这么着急走 领导就给了这么几天价嘛 我答应他按时回去 咱说到得做到 说的也是啊 好在高律师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小宇呢心情也好多了 我心里也都踏实了 行 那你就放心回去吧 家里呢有我 我一定会多费心的 通过这件事 我觉得什么事 都没有家人平平安安的重要 我爸爸就是一个老好人 我妈心直口快 刀子嘴豆腐心 如果真的有什么说错了 你可千万别走心 怎么会呢 瞧你说的 小雅她是我妹妹 我绝对不会因为房子 或者其他任何事情 来干扰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她脾气不好 但是绝对没有坏心眼 所以作为男人 平时你得多担待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 你们俩能好好的 是我最想看到的 好了 别弄得那么沉重了 你都不知道阿姨有多惦记着你 我已经啊 你一人在那边啊 照顾好自己 没事呢 多给家里打了就好 传回来看看 高律师 我得跟你说件事儿 我从明天呢就要去上班了 白天就要爸爸叔叔婶婶来陪你 然后下了班 我可能要先去看一家小剑 然后就过来 好不好啊 是不是想她了 等有时间我把她带过来 让你们俩见一面去休 你什么时候都能行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两个说好了 只要你醒了 我就每天给你做你爱吃的菜 好不好 那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要不这样吧 我继续给你念这本来念的书 其实我真是那么迷迷 你为什么喜欢这么高难度的书啊 我念了这么久名字都叫不全 我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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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的是开玩笑呢还是真的呀 真的 真的 妈 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 你说吧 大风和沙哑结婚之后 让他们住家里吧 您和我爸年纪都大了 他们在家也好照顾您 您说呢 强 强 你甭操这心 这每日你结婚你住哪家 我没准就住国外了呗 你在家里跟妈说 你跟洋牛女孩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没有 撤去 你够洋气啊 是啊 站国外当倒叉门女婿 行 大方 给我们家当女婿 放心 妈 您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什么都不重要 全家人平平安安的最重要 千万别为了房子上和亲 是 小鹏长大了 是 离站三个大人 现在早晚天凉 您多穿点衣服 那我走了 大方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 我回来给你当伴郎 行 那你也让你那个洋妞 给我洋气洋气 当个伴娘什么的 你得别逗 你要是不怕 他把你比下去 我没意见 这中西方的文化 这不一样 行了 弄个洋妞再弄三个翻译 你看你妈怎么跟她说话呀 说雅语啊 还是说哪国话呀 你船片拿好了 赞 不许喝酒就是不许喝酒 那走吧 那船会都走了 人不等你 走了 妈 走了 站好啊 你去啊 小鹏 那包拉上拉链 你走真快 长大了 来 走 走吧 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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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自责的宽大的身体 紧靠在桥栏杆上 他想动 动不了 士兵和行李车 把他挤到桥栏杆旁 他无奈地哭笑着 一点也没有办法 士兵们 肩并着肩 肩并 奶奶 健健就这么一直躺着 又知道出事了 这么多时间不给我打电话 你们俩一会儿说他出差 一会儿说他开会 你们俩在下边怎么能瞒得了我呢 奶奶 我是怕你受不了 本来想等他好一点再告诉奶奶 这种事儿怎么待在我孩子身上啊 他一直这么躺着醒不过来了 奶奶不糊涂 天天看报 看电视 你反而跟我说我就知道出事了 也有可能醒过来 也有可能醒过来 可是微乎其微的 可是微乎其微的 只有亲爱奶奶 不是你的错 奶奶跟你一起 陪高剑 这个你先拿着 不够奶奶还有 我 没为钱的说法车 还就不信了 这孙子就这么狠心啊 跟我说一声拜拜 我就躺在这儿 什么活也不赶了 我等着你跟我说竹孙子呢 我等着你跟我说竹孙子呢 忙啊忙啊 这儿跑那儿跑的 怎么不是躺下来呢 大妈你我 听见奶奶上发了吗 你还有多样子上桌呢 我 姐姐 奶奶叫你 奶奶叫你 听见了 手动了 听见奶奶说话了 你再痛一痛 我疼了 医生 医生 对了吗 手动了我看见他手动了 高剑 高剑 再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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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 楼上楼下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该翻的角落也都翻了 没有 那大家说说吧 我反正就坚持我原来的观点 这个宝贝要是找到了 咱们大伙就平分 找不到 那就拉倒吧 大哥 其实 你离开家的时候我才三四岁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 既陌生又亲切 可是自打这次你回来以后 和你在一起相处 不知道怎么那种陌生感一点都没了 我就是觉得心里边和你很亲 我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宝贝 这就是一个祸害 要是没有这件事 小语也不会受那么多的委屈 大姐跟自立 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高剑也不会躺在医院里 其实说来说去这些事情 愿是你 愿我 你说我回来干什么 我回来找什么宝贝 如果我不回来 如果我不找这个宝贝 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我就是太自私了你知道吗 太顾忌自己的面子和感受了 老想把自己洗清楚 老想把这么多年 在你们面前丢的面子找回来 老想证明自己什么 都是我的作用 老大 大哥 你千万别那么自责啊 我倒是觉得坏事就是好事 我倒挺感谢这个宝贝的 要不是为了找到他 你说咱们兄妹之间 这辈子 什么时候才能聚到一起呢 是不是啊 你给哪儿过 这这么长时间大伙子 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人这辈子得想明白了 穷也得过 富也得过 我现在特别理解爸那句话 是你的 谁抢不走 不是你的 争也争不来 宝贝有价 金锦武家 你们谢谢你啊 你会想念啊 你会想到你 爸 爸 高兴今天腿自己动了一下 真的 医生说 可能跟我平时老给他按摩有关系 所以我多给他按 对对对 你婶给你熬的汤 你这会儿时间把它喝了吧 对对对 另外 我看你啊 就搬我去住吧 别租房子了 租房子开销又大 你说呢 那让大姑也回去住吧 大家在一起住还有个照应 好啊 不知道你大姑愿不愿意回来住 麻烦你把房子收拾一下呗 然后我去请她 行 你去请你大姑 我去拿点水 给她擦在身上 让她舒服舒服 嗯 嗯 奶奶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给你送早餐 真热吃啊 我刚给你洗完脸 我再给你刮刮骨子就吃 来放这 哎呀 先吃了再帮别的事看看 不行 她生物钟啊 这个时间就行了 还知道什么生物钟啊 当然知道了 好 我先去啊 奶奶 好啊 生物钟该醒了 都几点了 平常就该上班了 你这个小子 躺了这么多时间 好多事都还没干呢 给我生虫孙子 带着奶奶去旅游 哦 别闹 嗯 好的 奶奶 你妈妈 是 是的 她爱摩托多舒服 你说你这孩子 这 我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起来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小语 小语 过来 怎么了 奶奶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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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醒了 奶奶 奶奶 她是谁呀 她这应该属于 阶段性的遗忘 阶段性的遗忘呢 她的时间有的是几天 有的几个月 也有长达数年的案例 从我们检查情况来看呢 她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也就是近一年的时间 有的事情想不起来 问题不大 应该不会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 怎么就不影响生活了 我是她妻子 她都把我忘了 我们怎么生活 真是太不幸了 她能完全恢复记忆吗 失忆这一类的问题呢 不能完全从生理角度考虑 心理因素也很重要 比如有些人失忆 她只是有选择性的遗忘一些 令她伤心的事 而这种 有选择性的遗忘呢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她的产生是由于 大脑皮层的功能性抑制 并无器官损害 谢谢 奶奶 高剑得的真的是选择性一样 不会的 高剑那么爱你 她为了你都能牺牲她自己 你们俩在一起那些日子 她怎么能忘了 你就别瞎瞎了 可是她真的怕我忘了 你再跟她说说跟小语的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 想得起来的 小语 对了 奶奶 遗产的事 对 那你记得咱们结婚纪念日那天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咱去哪儿了 好像是 那个咱以前去过的小酒馆 对对对 然后呢 好像走了 很长的路 对 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你想想看 起风了 对 特别大的风 能吵架吗 我不管你找不着 我得找 对对对 我们吵架了 你去见了谁 想起来了 我感冒了 然后感冒了你回家 你再想想看 你肯定能记住的 你感冒了 我一个人开车回家 你再想想 你再想想看 你再想想看不可能的 你再想想看不可能的 那天我还给你发脾气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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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康复边立着脑子了 也不得了 也不得了 刚刚康复边立着脑子了 也不得了 我刚刚康复边立着脑子了 你对他就一点影响都没用吗 慢慢地想 不着急的 我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说他这个好那个好 对我怎么怎么怎么重要 可是 为什么就单单把他给忘了呢 不着急啊 不着急 不着急 晓鱼 你不要太难过了 也不要太担心 状况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你想想看 一个植物人都被你唤醒了 那么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唤醒他的记忆对你来说还是难事啊 你应该相信高兴 相信你自己 是不是 你说得对 一帆姐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醒了 我是赵小雅 小雨的表姐 你不会不记得吧 我还去你们家骂过你呢 还赖着你们家 没走 你都想不起来了 高律师 你给我儿子赵小鹏 在你同学那大酒店 找了一份工作 这您记得吧 那个 那酒店的老总白总 你说的是白雪吗 想起来了 没错 他什么时候成了大酒店的老总啊 这不问你呢吗 你想想 他什么时候当的老总我们不知道 后来那个酒店那个保险柜就叫人给撬了 想想 您知道了吧 不可能 我干不了这事 不是 不是不是您干的 就叫人给撬了以后 白总要报案 你没让他报案 你还拿了四万块钱帮我儿子 把这事就给扛过去了 这么怨大头的事我能干吗 你记不记得 就有一个道梦岸然的一个老总差点骗我 后来也是你找你那同学 那白雪 你们俩演了一出戏 让我识破了那个人 我跟白雪还动手打起来了 后来我就不舒服 你还送我上医院了那天 把你那勾嗆 你想起来了吗 我能管这种闲事吗 真臭 大方 你说 什么过分说什么 赶紧的把他给我说极了 好 肯定能想起来 得刺激他 我还要把他说极了 真极了怎么办呀 我让你说你就说 剑一哥 高律师 你 你还记得李月欣吗 李月欣是小雨的前男友 他们俩感情非常好 后来李月欣和孙总鬼混 好伤了以后 小雨也被调到了别的公司 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追求到小雨 再后来 你 你 想起来了吗 都没想起来 再后来 再后来李月欣为了报复孙总 故意到小雨的公司去当老板 还故意让小雨给他当助理 这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结婚了 你说你知道这事以后你紧张不紧张 你 你你特别紧张 你知道以后特别紧张 你生怕李月欣把小雨给夺走 就就连小雨去杭州出差也是你亲自开车送 送机场 我失败说不下去 你说什么 妹夫啊 不 呗 高律师 有没有回忆起什么 高杰 你还记得 那龙骨巷七号吗 有个院 有三层楼 是个洋房 你还在那里头住过 你想不想起来 高律师 赵孟达你认识吧 我知道 那是我的恩师 他来了 现在在哪儿呢 他也是我老师 后来他成了我的岳父 想起来吗 赵孟达生前遇到了你 写了一份遗嘱 委托你等他过世以后 替他办理所有遗产的手续 继承人就是你现在的老婆 赵小雨 赵老师他去世了 你下去来了 偷偷的恋爱 你们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啊 这么问他不行 那咱们别说了 我是赵老师这儿子 不行 你别咋头疼 你问多了他不问 你问多了 你要不别说了 我都 好好歇着 走 她这种病 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发起来的 她现在正在一点一点的回忆 过去的一些印象 暂时还没有回忆起你们这段生活 她还以为 你是个陌生人吧 别着急吧 再给她点时间 相信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好吗 我知道 奶奶 我等她 嗯 奶奶真没想到 你是这么个好姑娘 姐姐真是幸运啊 姐姐真是幸运啊 你们大家别都愣着啊 高见醒来是好事啊 什么事她都记得 谁她都认得 怎么就偏偏认不出赵小雨来呢 行 你闭嘴吧你 你说这根本都没用 你现在就得想一办法 你知道吗 怎么能让高见恢复这一段的记忆 有 我能说吗 Leventer 怎么不懂你嘴说呀 Leventer